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愛媛為四國的一個縣 愛媛的道後溫泉應該是愛媛最知名的景點之一 那其實愛媛還有超多可以玩的景點喔 本集影片鮑勃就帶大家體驗一下愛媛的三天兩夜遊 台灣的旅客可以從台灣直達松山市 那我們第一天的行程就在松山市區吧 日本最古老的溫泉道後溫泉是一個集合傳統歷史、美景美食 還有超棒的溫泉的一個區域 在這裡待個一碗好好來泡湯以深度體驗這裡的美好吧 道後溫泉位於愛媛縣最大的城市松山市 從松山車站達成一羽鐵道的室內電車 大概2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達道後溫泉了 跟很多位於山中的溫泉鄉比較起來 道後溫泉的交通真的非常方便 據說很久以前有一隻陰獸腳傷的白鹿 把腳浸泡在這裡的溫泉中後痊癒 看到此幾人感到不可思議 一開始學白鹿泡溫泉 這也是道後溫泉的由來 最具代表性的道後溫泉本館算是道後溫泉的地標 於1894年改建完成 主要是由四棟建築組合而成 是設有日本唯一的皇室專用浴池 也是日本第一座被指地為重要文化資產的大眾浴湯 自從2019年開始 道後溫泉本館開始進行大規模整修 也期待整修完成後融光焕發了樣貌 大家也可以嘗試道後溫泉的兩個外湯 一個是裝置湯 一個是飛鳥奶湯泉 兩個溫泉會館中間還有一個超級似的打卡的中庭 大家可以穿著浴衣或和服拍美照 飛鳥奶湯泉的特色就是 飛鳥時代建築風貌的溫泉湯屋 入口就讓人家眼睛映亮 優美的室內設計 加上書法家子中女士的書法寫著水流香文字的雕刻作品 很像在拜訪跟美術館 二樓還有六十碟的休息室跟獨立休息室 最有特色是需要預約才可以泡特別的浴室 重現道後溫泉本館的皇室專用浴池 給你一個獨立的休息室更衣休息 然後享受獨特的泡湯體驗 除了泡湯以外,這裡還有幾個特色景點讓大家參觀 為了紀念道後溫泉本館的一百週年 在車站附近的放生員設立一個少爺機關中 每天早上八點到晚上十點 時鐘本體會隨著音樂上升 由於日本文豪夏目術時的少爺 是以松三為舞台的小說 故事當中的登場人物會隨時鐘一起出現 講到少爺也不能錯過緩慢行駛於 城下丁的少爺列車 大家可以在道後溫泉站看到列車人員 手動讓列車掉頭換軌道,非常有趣 至於車站的星巴克也不能錯過 道後溫泉站設店如其名 就直接蓋車站 車站是由1911年建造完成的明治陽風建築 從開放桿石組的一樓點完餐之後 我們可以沿著窄窄的木造樓梯到達二樓 到一個位置不多 但開放桿石組的類似交友廳的空間 感覺明治時代大家 是不是都坐在這裡等待火車的到來呢? 車站對面的商店街是一個長約250公尺的L型圓頂拱廊商店街 以土產店跟餐廳為主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以賴戶內的海鮮、衣羽在地野菜所做的料理的道後魚舞 試試看符合當地名產釣魚飯及超多配菜的魚舞玉扇 如果想吃吃看日料以外的東西 那要試試看道後的丁屋 這家漢堡百名店整個傳統廳家Fone Style 還有小小的庭園 除了漢堡好吃以外 搭配一個道後名產roll cake也不賴 記得加點一杯艾雲的蜜甘汁 說到蜜甘汁也可以在這裡嘗試一下蜜甘做的不同甜點 比方說霜淇淋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古老的溫泉街當然也有些神社寺廟囉 可以走到超美時節的衣佐爾波神社 參拜一下重要的畫材 到圓滿四球的戀愛運 或是到守護道後神社的湯神社 還可以順道去旁邊的天空散步道 泡個足湯 要看道後溫泉的景色 在道後溫泉玩到下午左右 趁夕陽西夏前我們前往附近的松山城吧 松山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長七年 在光源之戰活躍的加藤嘉明為初代繁祖 然後花了將近25年才建造完成 可疑城堡於1784年因落雷的燒毀 現在看到的天守是西元1852年才建造完成 這裡包含天守 共有21個中央文化財 非常有歷史價值 松山城本身也是現存十二天守之一 在這裡跟大家科普一下 日本雖然城堡不少 但松山城是屬於現存天守 指的是日本城郭中保有江戶時代 以及更早之前修築的天守 由於天守為木造建築 很容易會戰爭、大火或是建築老舊的損毀 所以目前只有十二座 所以像大阪城或是岡山城等等的知名天守 其實也都在二戰之後才重建完成的 這十二個現存天守 對日本來說都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 松山城蓋在標高132公尺的順山山上 由於是建造於平原中的獨立山體之上的城堡 屬於平山城的建造方式 除了可以走路登山以外 鮑婆覺得最好的方式是用釣魚搭乘六分鐘通往本丸 一路輕鬆的看風景是一個不錯的體驗 抵達本丸之後從長者之屏開始走 一路散步觀賞重要文化財 經過重要文化財 松山城的立牌前照當像 從一隻門俯瞰天守 這個角度鮑婆很愛 除了看天守本身 見到天守內部也可以觀賞到很多歷史文物 看看長知識也不賴 到達標高161公尺的天守頂樓 我們可以無私腳地觀賞松山市井 夕陽西下的時候觀賞西邊的賴戶內海 好想要時間就非常靜止 讓鮑婆多花一點時間觀賞美景 觀賞完天守格之後我們可以搭乘懶車 三分鐘下山 走這麼多路應該肚子有點小餓吧 是不是想試試看這裡的特色料理呢 鄉土料理五至喜本店 應該是松山最知名的鄉土料理 開業已經380年了 據當地居民說 當有客人來訪松山時 這家店會是當地人推薦的首選 這裡的鄉土料理都是用當地食材製作 一群人坐在各式 點一大堆菜一起分享 真的是爽度十足 離開松山城 我們回到道後溫泉前往今天下沙的飯店 伯伯取材的時候 所入座Hotel到後Yaya 進到大廳就有免費無限倡飲的蜜甘汁 真是新奇有趣 房間本身非常小小可愛 離飛鳥奶湯全非常近 手足幾分鐘就可以直接泡湯了 另外不得不提一下早餐 蔬菜水果的選擇真的很多 很適合出去玩也想追求健康的朋友們 吃完早餐後我們就開始接下來的行程吧 首先我們回到松山車站 來搭乘觀光列車 從松山車站搭乘的一羽灘物與分成兩個車廂 一號車 倩之章 是代表夕陽的顏色 二號車 黃金之章 是太陽跟柑橘反射在一羽灘的顏色 鮑勃搭乘的火車已於2021年12月底退役 2022年春天一羽灘物已經新增第三節車廂 陽花之章 但人包有倩之章跟黃金之章的車廂 我們這次搭乘的大周篇行程兩個小時 可以邊看五迪海景邊享受超好吃的早餐 我們下期見 電車到達下灘站也會停一下 讓大家下車搭配美麗的車站看海景 到了一羽小京都之稱的大周 現在充滿歷史懷舊感的明知之嘉賓散步 這裡有古早的商家跟五家巫夫的建築 也是經典日劇東京愛情故事的趨勁之處喔 想悠閒一下的話可以到Nipponchia Hotel的草坪上喝杯咖啡或吃點點心 接下來到了國家指定重要文化財 也是米其林綠色指南一星的臥龍山莊 拜訪的時候是秋天 紅葉真的很好看 這裡是宇州大周藩第三代藩主 因所在地蓬萊山 看起來像一隻巨龍臥躺之姿 所以把這裡取名為臥龍 然後山莊的由來是貿易山河內影次郎 經過十年的構思跟石工建造而成 臥龍願意茅草屋頂的農家風格 分成三個房間都各有巧思 經過石亭走到茶室布朗安 在這裡享受片刻悠閒 順便看個美麗的景色 離開大周我們搭乘火車往下走 來到宇河島市 先來吃個中餐 試吃鄉土料理大周哥烹 好自咪亭 這家店為塔貝勒古百名店 也曾經是米其林指南推薦的餐廳 特色為海鮮料理 一定要嘗試看看他們的 宇河島的鯛魚飯 鯛魚配上聖誕汁的味道真的棒棒的 宇河島市的珍珠養殖場 土居珍珠的品質聞名於是 我們最後一站搭乘巴士半個小時 就來土居珍珠體驗取珍珠 以及賤賞珍珠的情城 首先我們來看如何培養珍珠 實際到養殖場挑選珍珠被 拿出來的珍珠就是你的啦 接下來請專業人員加工我們珍珠的同時 也學到如何分辨珍珠的好壞 現在時間也接近傍晚了 我們搭乘兩個多小時的火車 來到愛媛東側的金智市 到了金智市我們就來割蓬賴戶用個晚餐吧 想用萊刀海鮮的日本料理 吃完晚餐我們下塔金智國際Hotel 這裡算是金智市的地標喔 早上我們就來用飯店的早餐 用完餐可以步行到金智城 這裡原本於西元1608年建造完成 因為明治衛星的沸凡制限後 於1980年重建完成 對了,聽到金智市 大家是不是會聯想到金智的毛巾呢? 沒錯,日本最大的毛巾產地就在金智 我們搭乘計程車約25分鐘來到毛巾美術館 這裡是全球首座融合毛巾與藝術的美術館 除了可以看到毛巾做的藝術品以外 還可以看到毛巾的製作過程 現場當然也有販賣毛巾囉 有很多聯兵款大家可以看看 離開毛巾美術館 我們從金智車站搭乘巴士來到Sunride斯山 出租站是一個複合式的區域 在這裡租借腳踏車一天2000塊 保證金1100日幣 如果你是假地租假地還的話 則保證金可以還給你 但如果打算假地租以地還 那將不會退保證金 不同的車型也有不同的價錢 比方說E-bike電動車 就會4個小時4000塊 除了可以租借腳踏車以外 這裡還有對車友友善的旅館 有陽室、河室或大通鋪式的房間 洗衣服或放置自己的腳踏車都很方便 而且飯店還可以看到美麗的來島海峽大橋 從出租站一路往大島的行程 只能說是星礦神移 往來島海峽大橋騎腳踏車的路途 其實並不會很困難 不太需要用到太多心肺功能 騎上橋之後往下看就來島海峽 看到這些海上的島嶼群 就充滿了四國的賴戶內風情 我現在身後方就是看橋的最佳位置 你看這個海、這個橋、這個天河為一真的太棒了 到了大島之後我們就在魏無設計 位於標高307.8公尺的龜老山展望公園看個風景吧 可以從這裡觀賞另外一個角度的來島海峽大橋 也可以遠眺遠方的金智市 在這個角度啊 拍幾照片也有一種懸空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看著覺得怎樣呢 那我們的行程就在這裡結束囉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